前首相纳吉星期五在脸书发布贴文 指财政部还债70亿令吉 并不是拯救一马公司 因为一马公司已经转移超过300亿令吉的资产给政府 因此财政部有义务代还一马公司债务 这些资产包括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和大马城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天发文反驳 同时要纳吉负起一马公司舞弊丑闻的权责 他强调去年4月转回财政部的资产并不是买卖交易 因为财政部已经证实根本没有签署任何买卖合约 这只是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建议 另外他提醒纳吉这些资产的土地原本是政府 在2010年到2012年以便宜价格卖给一马公司 如今这些资产无法如愿发展 因此为何财政部要替一马公司偿还上百亿令吉债务 第三他指出财政部并不是免费接手这些资产 根据总检察司报告指出 转移到财政部的资产附有贷款 但贷款都不是用来发展项目而是另有目的 因此财政部理应要求一马公司为失责索取赔偿 林冠英更表明一马公司耗尽其他发展项目的抵押金 在空壳公司情况下 财政部必须替一马公司支付额外开支 退还有关发展商抵押金 最后他指出财政部替一马公司偿还大约70亿令吉的债务 但这些债务都和接手的资产无关 因此他质问那集 西蒙政府为何要用现有资产赚取的利润 贴补前朝政府的财政漏洞 他也要求前首相解释 3比83亿3000万令吉资金的去向 这包括收购大马发电厂筹集的35亿美元和投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所募集的30亿美元 他表明种种的事实已经证明财政部拯救一马公司是史上最大宗拯救计划 无论如何财政部将把调查真相工作交给一马案委员会 让那些罪魁祸首负上全责 请不吝点赞订阅